大家好 我是御松盆景 今天路过黑松远 给大家分享几颗老多的黑松盆景 像这一颗树形还是非常漂亮 一个卧干式 一本多干 而且这个树全部都是一干到底 现在看到松枕特别的稀疏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刚好是切完牙 看一下牙筒现在已经慢慢的长出来了 看一下新的牙筒也是非常的漂亮 等到过段时间 松枕一丰满 整棵树显得更加丰满 更加漂亮了 看一下豹皮程度 特别的苍老十足 整体树形还是非常漂亮 咱看一下这种 这一棵 这棵也是非常好 自然弯曲 自然扭曲 而且整体树干也是非常漂亮 松枕都是特别好 全部都已经出了新的牙筒 像这个粗度就带个 十五六公分 高度的话 有带个两米 整体高度 有个两米左右 这种呢就是适合庭院 阳台 公司都是可以摆放 作为地景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根呢 而且这个根呢都是八方根盘 爆皮啊 非常苍老十足 苍近古朴啊 各有千秋啊 所有的庄子来看一下 都是非常独特啊 看一下这棵 这棵也是非常漂亮 看一下整体树形啊 都是非常不错 看一下这种啊 都是自然扭曲啊 股价都是非常苍老 看一下这棵啊 这棵呢就是非常苍老 而且 股价啊都是自然扭曲一干到底啊 现在呢都是已经发了心雅啊 特别好看 等到松阵完全的长出来 整体树冠非常的丰满 就更加漂亮了 柯柯呢 汤老十足啊 各有千秋 各种各样的造型 黑松还是非常多 像这种呢 全部都是野生的黑松装啊 凸度大概二十公分 总高度有个一米七啊 万福有一米半 层次股价是相当好 而且爆皮程度也是非常不错 看一下 每一颗造型呢 都是非常的漂亮 像这批黑松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啊 整体股价扭曲度啊 都是非常不错 看一下这柯柱子哈 得有个三公分多 特别好看 而且这个都是一干到底啊 又喜欢这种老装黑松的朋友 可以三文评论去留言